你关心的事就是今天节目的话题 欢迎收听人民最大声 来听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快乐联播网人民最大声 今天节目一定要听也一定要看 因为郭新正来到节目当中了 我发现他在网路上 由于李新 我们议员的事件 其实引起大家非常大的关切 现在他来到高雄 特别来到左南区 要来参选立委 所以一切源头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亲口听他说 欢迎郭新正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安久早安 现在还算早安 对啊 新正姐姐来到高雄 其实大家看到你会吓一跳 尤其其实你的这个整个看板 对 我觉得就是很有power 一下子就点出要来好像打黑金 对 没错 我这次下来 我主要就是我觉得 现在政坛的乱象太多 那很多人觉得百姓经济不好 其实我研究了半天 我觉得经济不好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是政治环境太乱 贪官污吏太多 那所以我这次下来 我单枪匹马下来 他们说我很有勇气 我真的就是来打贪官污吏 我要把这些黑金 全部把这些人掀了 我觉得不能再让他们作为作福 几十年了 站着位置不做事 整天喬事官说 然后甚至到处欺压百姓 鱼肉相鸣 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而且我觉得呢 新正姐姐应该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你最有怎么讲 最有这个经验能力 其实可以来谈谈 真的经济不好 真的有时候是政治拖垮的经济 没错 对不对 然后因为您自己本身 其实就是一位女性的实业家 能不能跟一些很新的朋友 稍微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是1993年 我以单亲妈妈的身份 回台白手创业 其实在短短的十年 我已经就开了 台湾开了85家连锁店 那当时在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我全部都开了店 后来到2005年 因为父亲重病 那当时就说 因为妈妈先前就走了 我就觉得说 子欲养而亲不戴 那我不想要有遗憾 所以我当时放下 如日中天的事 也陪了父亲 是 那但是我人生也 也有一个转折 从原来每天工作 18个小时 7-11 到后来变成 陪了爸爸多走了三年 原来医生说 爸爸只能活六个月 可是我照顾他 多活了三年多 走的时候92岁 所以后来我觉得 我人生没有遗憾 因为我觉得 要赚钱时间都有 所以后来我自己就 又转投资房地产 变成闲云也鹤 然后变成 每天可以睡足12小时 可是现在呢 我下来之后 我又开始回到7-11了 我现在每天 全天被震 对 几乎只睡三个小时 我从早睁开眼睛 我一大早 我刚强调 我是单枪匹马 我谁都不认识 结果我就从 不管是早市啦 公园啦 我就去 所以现在短短的 不到两个月 所有的市场 我至少去过三遍以上 像哈喽市场 去了四次了 OK 那大部分人 都已经认识我 那这样公共场合 认识我的婆婆妈妈 说实在 都还蛮喜欢我的 因为他们都跟我讲说 水股牛啊 啊 少年狼啦 就是你啦 做太苦哦 这些人没做事啦 你来啦 不懂得最好啦 他们说 现在我们讨厌啦 蓝绿恶斗 我都讨厌啦 我不要投啦 你来 我就投你啦 这样的声音真的是 我听到 我真的觉得 给我更大的激励 是 所以我就觉得 我再苦也值得 我甚至有一天 累到整个脸都 眼睛都肿了 你知道吗 因为 其实选举真的很累 整天跑嘛 然后流汗忘了补充水分 我后来第二天我就开始修整 提醒我 现在随时我都带 带着水 水很重要 要补充水分 对对对 然后可是每一次你知道 每一个人给我的激励 就变成push我 我要更往前 我绝对不退缩 其实这两个月来 碰到好多好多的打压 你被铺天盖地的追杀 其实听众朋友 常常在听节目 我其实有一个slogan 我常跟听众朋友说 还善良人一个公道 其实我遇到 这个新正姐姐的时候 我发现 她非常适用这个状况 谢谢 真的 还给善良人一个公道 而且你又是这么孝顺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的事情 好好跟听众朋友讲 但是我们先把在选区 左南的状况 跟大家讲一下 大概稍微有提 但是左南其实 你所遇到的这个候选人 第一个 黄昭顺 这个你等一下好好讲讲 那第二个呢 是民进党的这个刘世芳 那我要讲说 他其实也是怎么讲 之前 你看他刚开始也不是立委嘛 可是他毕竟 当时有这个花妈的这个资源 关系他现在也就当选 而且他对你这次来呢 我觉得讲的话 好像感觉很友善 但是又不太友善 他说 你要来好像去找这个 黄昭顺的麻烦 你的事情呢 你自己申诉 都是有管道的啊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 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现在 说实在都还没开始领表 可是已经事实上 他们放那个黑的留言 一大堆 打比方 就有人说 我不是真正要来选的 我是来 只是为了打黄昭顺 其实错了 我自己过去 既然是实业家 企业家 对我来讲 我不会浪费我的生命 今天来除嗨 那个是本来 我在9月3号宣布参选的时候 那就是我的第一任务 可是那个对我来讲 我只要花两分力 我会把我的八分的力量 全部用在选民服务上 因为我来到这里 我就发现说 百姓的声音 是没有人在反应的 没有人在处理 然后大家就好像 自身自面 除了要交税的时候 逼你交税以外 其他事情没有人在做 而且你一定要帮我们 做一件事 司法正义 没错 这也是大部分的 我的志工战友 对我期许的百姓们 希望我站出来 因为他们都觉得 现在司法不公不义到极点 可是我就觉得说 这些东西说实在 没有权利 我们怎么呐喊都没有用 所以我决心要进入立法院 我决定 我说我来当一个清道夫 我要把立法院里面 狗屁刀招 这些垃圾全部清掉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但是我相信 以我当年可以白手创业的精神 跟毅力 我有办法说服一些人 到时候认同我的理念 说我们真的是 来为百姓做事的 我甚至强调 要赚钱 何必来当官 或者当民意代表 你去做企业家 像我当年赚那么多钱 我缴完税 没有人可以奈我何 可是你今天 做民意代表 做一做 五年十年 就满口袋 这个金银财宝 爆出来财产都多少个亿 那个是荒谬的 我说实在 我甚至有个想法说 我们能不能让民意代表 也像总统一样 就做两届 真的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 你刚进到立法院 我说实在 要做狗屁刀招 乱七八糟事 那个美嘎还不会了 还没摸手 你如果说你要摸摸手 没美嘎嘎 起码两届以后 所以如果两届就下去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 包山包海 民意代表 如果要做坏事 对对对 我这就是打个比方 就是说很多东西 藏污纳购久了 我们必须来清楚 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 因为我有很多 值得思考 对 我有很多想法 打比方 我们就讲 我们就拿这支笔来讲 如果做一件事 我们这里是起头 这里是结尾 我们希望打成目标 对不对 那我可以告诉你 企业家一定是怎么样 我用最少的钱 最少的资源 我去获得最大利益 为公司赚钱 为你的员工赚钱 开创未来 可是政客是要怎么样 他一定会给你绕弯路 绕 一直绕 像九弯十八管 因为他这样绕 他中间才有钱可以拿 才有事可以瞧 所以永远达不了目标 所以大家就耗 其实这十几年来 就被政治耗掉了 对 其实台湾就被这些政治给耗掉了 但是 我们的声音 没有办法出来 很多人跟我讲说 新政 你这次你要做的这个任务 很难 你看上面写说 打倒贪婪权贵 终结黑金 维护公平正义 你这样一下子就 踩到好多人的利益了 没错 所以他说我不怕死 真的不怕死 那我说我真的 我来 我希望为下一代 留一条活路 我就怎么讲 贪婪权贵 什么叫贪婪权贵 我们现在看到在政坛上 很多都是父船子 还有先生出去出事了 太太还可以带打的 很多这样例子 那我你一般百姓生的孩子们 没有权没有事的 几乎非常难 就算你有那个心想 为国家贡献 你也进不了政坛 是 门槛太高了 就像很多人说 我这次单枪匹马 我没有什么绑装 有装脚 这站怎么选 可是 Angelo不要忘了 时代变了 我也是觉得明智开了 对 而且现在很多人 已经觉醒了 他也知道说 不能让这些人 乱七八糟了 我碰到 我甚至去像 菊光市场 很多年长者 是 那我去跟他们握手拜票 他们直接讲 水果牛啊 就是你啦 你来我投给你 那我说你为什么 要投给我 他说啊 那老的 要下去了啦 占位子散久了 他说好 那些老的要回家 退休养老了啦 嗯 就是话都料得这么明 他们事实上根本不认识我 只是第一次握到我的手 不像很多只要看过 谁摔死李星这个影片的人 他们基本上 大概都会支持我 可是连没看过 只要见到我本人的 我几乎很有把握 他们票也都会投给我 因为他们从我身上 看到未来 希望跟正气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变成我背负越来越多的期望 嗯 那我们这样的人 你知道也有怪脾气啊 就喜欢成就感啊 对不对 既然这次选举出来 我摆明不要钱 我也不收政治现金 是 我就是要成就感 嗯 越多人的期许 越激励我 我觉得我要做得更好 跟努力往前 对 我要为这些留一条路 所以我说我先打倒贪婪权贵 嗯 如果把这些东西打破了之后 你想想看终结黑金 嗯 我这次这个珠宝案就很明显嘛 四五亿的珠宝 到现在 我国税局去了 嗯 海关去了 嗯 调查局去了 我告诉你 没有人 你这背后黑洞跟政治有关系 官夫人 嗯 好像洗钱 这批珠宝到底哪里来的哈 是不是 这批珠宝我可以告诉你 我到今天为止 这批珠宝的金额其实非常大耶 其实 一度是不是写到两亿 不是刚开始那六千多万 不是六千多万是当铺的这个 好像是那六颗还九颗钻石 但实际上 实际上有三十颗 哦 实际上有三十颗 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书上哦 这本书六七页 很多地方买不到 因为都被打压不能上架 但是现在在我的服务处都有卖 我是全额附带广告一下 全额全部捐给 嗯 华山基金会以及博爱新基金会 都是捐给老人家 前面的一批我已经捐了十万块给家福 嗯 嗯 那我要讲就是说我只是希望让很多人知道事实真相 因为你这里面照片都是正本吗 对 这个都是法院调出来的捐赠质量 像这个我打一个比方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支持我 嗯 这颗珠宝蓝宝四千五百万的嗯 斯里兰卡无梢的蓝宝嗯 他居然用一个你中午买鸡腿便当的六十块 有一般的那个什么 便当条 对对对对 那但是这个文件也是从法院调出来 也就是说嗯 他今天拿不出货主证明嗯 照理想很奇怪啊 台湾大家知道不产钻石吗嗯 对不对 对 那烤箱也烤不出钻石吗嗯 如果烤得出来大家都改行了 好 所以这个钻石肯定要从国外进口嗯 嗯嗯 那国外进口是不是要报单 当然应该要啊 没有报单就是什么 这这么昂贵的东西那当然就走私了哦 哦对嘛嗯 所以没有报单就走私 嗯对不对 很简单 那你今天走私进来 所以他下游开得出来发票吗 就开不出来 当然对不对 是因为你没有源头 你当然就开不出发票 是 所以这个诉讼打了五年 我至今看不到进口报单跟发票 你说奇怪不奇怪 诶 那这样的 哪里生出来的 对 那在这个诉讼期间 我们甚至把他们香港的海外洗钱账户 所有资料都请法院调查 但是全部石沉大海 你追不出来 追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我进立法院 我要去把它追出来 嗯 因为我觉得这要还百姓公道 有人说哎 这是私人恩怨 嗯 错 嗯 这是我们两千三百万纳税人的权益 是 今天我们买一杯豆浆 嗯 他都要开发票 嗯 你去Seven买一瓶二十块饮料 也要开发票 嗯 为什么今天四五亿的珠宝 你可以来无影去无踪 这个是纳税人的权益 嗯 我们必须要追 要我相信这只是冰山的一跤 嗯 我相信有更大的神秘的面纱 嗯 我将会揭开他 所以只要我进到立法院 我再次强调 我不但要把选民服务做好 嗯 我要把法案推好 嗯 我要把这件事的背后的藏进人给揪出来 嗯 因为呢 我想新政杰哦 他所有的处境哦 就应验的最近其实在媒体上还蛮红的一句话 嗯 叫做国家机器动得厉害 哦 没错 哈哈哈 我 你你最近在地方上好像你看个看板是吧 对 对不对 别人没事为什么你有事 我告诉我 我所有讲话都是有资料 有证据的 也有 我我看你都是很务实的 像这个照片有公文 对像这个合群哦 这个是一个 这样跟得到吗 卷村社区哦 你看他挂了我的扛棒对不对 那我们带来看同样的角度 这里 当地的立委跟那个里长也挂了 他们有十几栋嘛 每一栋都有这个墙 那这是属于一楼所有权人的 看脸书的就看得到 那这个是我的战友志工 他们冲过来都说 哎 郭姐 我这里让你挂 OK 就这样 就大楼的外墙 有的人就可以挂 对 而且遇到新政节就不能挂 结果 而且都是被检举的方式 对 而且马上 你看管委会 就说 嗯 建管处要来拆 嗯 我在想说奇怪 现在国家机器怎么那么厉害 嗯 那但是他们只是来下百姓的 嗯 我们已经查过法规了 他是不能拆 因为那是私有的 嗯 OK 但是一般素人百姓看到这样的功 会怕 会怕 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吗 这些志工战友 包括还有像果帽 嗯 那里有一个叫做 呃 柯南美食 嗯 他也是挂完我招牌之后 马上被霸凌 啊 OK 那在果帽 还有几个餐饮店 嗯 他们挂我关东旗哦 小小一个关东旗 嗯 马上被人家警告说 卫生署要来查 嗯 所以完全是国家机器动出来 然后呢 警察送船票 嗯 上次大家都知道 8月31号 嗯 我们来做签署会把这个捐给公益的 嗯 结果我的志工马上就收到船票 他收到船票啊 啊 礼拜天哦 哦 礼拜天哦 警察送船票到他手上哦 然后说 他违反选罢法 嗯 都还没领表了 是 还没登记了 是 而且只是送一本公益的书 嗯 人家买下来 要捐赠的书 是 结果就这样子 他的目的其实说在 就是要把我周边的人全部都赶跑 嗯 我的支持者赶跑 嗯 然后连我这次 11月2号马上这个礼拜六 哎 这礼拜六 我在果帽 那就明天啊 明天 对就明天 就明天 我要办一场爱心同欢会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长辈在那 我帮他们做爱揪啦 帮他们做那个整副啊 嗯 那现场还提供一些点心 嗯 我们甚至跟他们一起要唱一些爱国歌曲 是 欢乐这样 结果 就有人打电话跟我们讲说 哎 你们是不是活动取消 我们说没有啊 你被人家造谣说要取消啊 对 就有人造谣说 我的活动已经取消了 哦 天啊 甚至在 崇时 崇时 那个 里那边有 有百姓要支持我 嗯 才洽谈完说要给我招牌 第二天 他门口的店家的椅子就有人去检举 说 椅子撤掉 违法 反正就是好可怕 就像秘密警察一样 我来到高雄 我真的吓一跳说 哇 原来选举是这样选的 就是想办法去抹黑对方 打死对方 让你没有路啊 对 没有那没有路 可是我从头到尾 我一直强调我要做一个公开公平快乐的选举 所以这些打压其实造成结果 Angelo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 什么结果 让这些人更挺我 哎好 因为他们说 我就说老天会还善良公道 是吗 越打压对不对 他越打压 他越听 正气会补回来 对 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大家再沉默 做沉默善良人 就纵容坏人嚣张 是 而且既然这样的事情都在我郭新正身上发生的话 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你的头上 嗯 那你不见得撑得住啊 我撑不太住 我最近有发生一点点撑不太住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今天终于明白 是 为什么我爸爸给我取的名字叫做郭新正 是 从小人家说 哎这十步名 我连出去拜票 很多阿姨说 哎这不是十步吗 那个大哥哥大姐 他说这十步 我说是我啦 他说啊 你水姑娘怎么十步名 真的呢 对我总想到 可是你没发现吗 名证中心 新正 郭新正推新正 新人新正新希望 所以新正这个字 我变政治标记 以后别的政治人物不能用了 可能老天爷早就注定 命中注定 终会走到这条路上 OK 所以我才发现说 哇原来我今天 能够来到这里 我回想过去五年的苦难 打压没打死我 那个是原因就是 要我来为这里的百姓 出这一口气 所以新人新正 郭新正推新正 所以我用五党级参选 很多人说 哎我的黄色 是不是什么时代力量 其实不是 黄色是因为我的紫薇命 做太阳 黄色是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我刚刚说过 我要成就感 我若燃烧自己 能够把大家都照亮 我告诉你 那对我来讲是最爽的事 比赚钱还要爽 真的 真的好勇敢 真的这个遇到 国家机器动得这么厉害 还能挺得住 然后还 你真的算有本钱感出来的 不过 有银子钱是一回事 因为选举很花钱 那你以后不让人家 想我捐款什么 对我现在都不收 任何政治现金 你没有收吗 对不对 还有一点 其实重点是人的心 要挺得住 对 其实我这一次这样做 主要是因为我不想 未来被政党绑架 或者被某些财团绑架 我希望我真正能够 跟百姓站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 说实在 台湾的资源 我们讲白 社会上资源是有限的嘛 对 我们就讲这把扇子 如果这资源是这样圆的 是 可能现在97%的 都已经在那些 官商大财团 那些权贵手上 是是是是 那小百姓要分这3% 当然不够分 所以我觉得我要站在弱势 百姓的这一方 所以我愿意站出来 对抗这些 是 那我说过 这个最后成功了 对我来讲 我哪怕是开出这条血路 对我来讲 都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一个价值 你在讲这种政治的资源 其实都被权贵掌握 跟我们现在那个贫富差距一样 没错 对不对 我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那美国在韩只有1% 你知道大部分都是1% 没错 不是我们是99% 有钱的是1% 对 对我的意思是说 贫富差距大之后 但是大部分资源是在那1%的人所上 是好 没错 所以来重点 郭新正说要打黑金 要维护我们的公平正义 是 特别我 他身上 你现在身上几条官司啊 还是你经历了总共多少的 我这五年来 因为一个借人家钱的这么简单事情 现在加上 志工盛竹入 已经搞出38个案子 对 他们告了圣竹入 一个主持人 他们可以告他8个案子 然后刑事附带民宿 铺天盖地 要求他赔偿将近千万 他们说 他不过帮你帮你那个怎么讲 当旁白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小心哦 你小心万一明天就收到传票 我跟你讲哦 他现在我 我花了很多的钱找最好律师 来帮他辩护 所以我一定 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一定要保护圣竹入 我说你们放心 他是我们的正义的国宝 我一定会保护他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 他不但不怕 而且他说这是公平正义的事 他觉得这件事情 他一定是挺到底 站到底 他也是我们新闻界老前辈啊 第四拳 好真的 大家好像知道我在摇头感慨什么 我先让电台进广告吧 广告之后再回到现场 人民最大声快乐脸不忘 谢谢 谢谢姐姐我们先走了 谢谢姐姐 我们先走了 谢谢 小时倒变 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 亲情 需要 身体 在欢乐 所有的欢乐 在这里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给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分享文 我们如果要睡之前 分享给我们自己的 完整资助 周深 我们的心态会比较平静 便会给你个人 空气 三三五 数理三三 哇 豆秋香气构 很好用 鸡族发红 会正 改善得不错 对啊 开家的气味 也会让我配料不舒服哦 豆秋香气构 新婚孙 可实在 让你提供 顾鸡族 小滚穿好 改善 有感觉 有到减水器 也可以用哦 豆秋香气构 空白空空 193 193 空白空空 193 193 阿乐 我想租车带家人出游耶 你有好建议吗 那就找全球租车啊 全球租车是外交部指令厂商 全台专业附驾 各种车种 包含里车 轿车 修旅车 大巴中巴小巴 全球租车公司应有尽有哦 哇 那实在是太棒了 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了 商务接送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就找全球租车 电话078319037 8319037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人的爱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食饮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台 食饮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卜网 来 听众朋友 大家所收听的是 快乐联卜网人民最大声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郭新正姐姐 你大我好像八岁 没错 很多人以为我 我算年轻的啦 但是事实上 我也比很多年长 但是因为我新近年轻 是 我心态永远像28岁一样 而且我觉得你在讲话 就是有那个 实业家企业家的精神 很务实 对 而且还蛮有正气 对对对 而且讲话 有power 有力量 所以如果未来 可以进这个立法院的话 我想为民喉舌 你现在没有什么身份 都不怕被打压 因为我没有包袱 所以到立法院的时候 你应该也不怕谁 那当然 因为我没有包袱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坚持说我这一战用五党级 我不收钱打到底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让很多人感动 都说 那我可以帮上什么 所以各地的资源 不断的涌进来 你知道每天 还有人给我们送咖啡的 送茶的 我社会真的还是有温暖的 还有人送毛巾 然后送我招牌 送我印刷品 甚至还送我一些 就是说那个文宣 有没有人会说好心疼你 有 他们有就说 哎你这个 他们知道 有的人知道 我真的可以 我可以当那个悠闲的贵妇啊 可是我不做 我去来选择 这个最苦行僧的方法 每天走到喉咙讲哑了 脚走破了 脸都晒花了 你知道我 我已经黑了一大圈了 但是很奇怪 我内心一天比一天充实 一天比一天快乐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找到了 我人生的目标 人生的方向 真的好有正能量 难怪你可以挺得住 我一般人大家挺不住 来我们先回答一下脸书 谢谢陈云山头号粉丝来按赞 谢谢陈妍玉正在看 谢谢我们图震农一样 安琪武安 陈佩佩说 武安加油 也谢谢陈云分享 感谢您正在观看 然后也说郭小姐加油 安琪加油 陈亚晴说 郭姐我在台中 要怎么买你的书 你这本书 其实有什么特别之处 也稍微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吧 谁摔死了理心 这个是在YouTube上面有影片 那你这个算是 纸本版 我当时设计纸本版 就是想给一些长辈 他们不看脸书或YouTube的人看的 是 那结果没想到这本书 从一出书开始就被打压 就后来没有任何出版社敢出 我就自己 我自己写 自己编自己印 然后印完之后呢 跟伯克莱啊 成品金石堂 也都透过经销商 白项文化谈好说他们要代理 结果呢 没想到台中以南几乎也买不到 全部再被打压下架 所以我就亲自把这个书带来高雄 我现在在我的服务处都有贩卖 如果有人买不到 你到伯克莱网站买不到 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络 你只要打郭新正 我的网站IG全部都是串联的 你说你要买书把地址给我们 我们就会寄书给你 那 用私讯可以吗 可以 私讯也可以 私讯很好 我们都会有专人处理 然后我们把这些书的 一本188块所得是全额捐出去 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在做一个善的循环 那我捐赠对象多半都是老人家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我觉得现在未来我们要关怀就是老人 对 长辈跟年轻的孩子的未来 是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无意间帮助了一个老人 甚至我们不认识的 哪一天等我们老的时候 也会有人帮助我们 对对 社会有这样的善循环 总是有人要起头来做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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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方面能把这些书都 把它散播到这个台湾每一个人的这个 各个角落 让大家来流传话 我觉得至少我努力的想要揭开这个黑金的面纱 我们一起努力 我已经带了头了 是 但是后面说实在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大家前仆后继的跟着努力的话 其实就像革命一样嘛 对不对 辛亥革命不是十次才成功吗 真的有群众魅力 有发现 谢谢 谢谢 所以我说只要跟我近距离接触的 我蛮有把握每一张票都是我的 是 都是我的 很多人跟我讲说 哎呀 你在这边他们这个庄角绑得好深 我说我不怕 人家都二三十年了 你才刚来 可是我说我不怕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那些是老式的 要不然现在怎么可能有这样网络世界 就像过去很多讯息是被盖住的 是 现在想要一手遮天 不可能啦 哎 时代真的不一样 科技发达 是 很多事情一秒钟就可以传遍全世界 对啊 所以这些人想要做一些狗屁刀招的事情 你看每一次他们一做坏事 不是网络马上就帮传播了 虽然主流媒体你注意到都不报哦 这些事情官夫人做这些事情 或者这些委员们做这些事情 主流媒体都不报 真的不报 不管平面的电视 所以现在非常有趣的是 在网络世界里哦 不分颜色 蓝绿白 无色 全部都在挺我 嗯 这些年轻人他们都知道这些事实 对 光是谁摔死李鑫这个影片啊 我刚才在网上看到一个 就超过154万 那还只是其中一个哦 对 你那个影片有分短的长的 最转载报导的 对 那加起来可能 破千万 破千万耶 没错没错 是是是 你看我们在台湾只有2000多万人口 是是 如果破千万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对对对 假设主流媒体愿意报导的话 嗯 嗯 那些呃 目前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我们就不点名 嗯 我想还要红吧 嗯 可是我说过这样的打压只能打一时 嗯 若要人不知 嗯 除非己莫为 是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嗯 所以我这个影片书上 所有公布的都是法院里面公开的卷证资料 嗯 所以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支持 不是没有原因 嗯 我在跟你讲一些我很感动的地方 我常常戴着志工穿着黄背心扫街 哎 你知道就年轻人哦 开着车 或者骑着机车冲过来哦 哎哎 递一包饮料 他看比如说我们有十个人他就递十杯饮料 啊 一句话都不讲说支持你 哇 加油 然后留着饮料就走 哇好温暖哦 这样的事情几乎我在每一场的扫街都碰到 所以我说过每一个这样的力量都促使我 嗯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嗯 我跟很多人讲说哇 我下来我才发现说 嗯 这比我当年创业 白手创业还要辛苦耶 嗯 因为不只是身体的劳累 是心理的劳累 嗯 我还要面对所有的抹黑打压 真的 连我的志工嗯 稍微就是跟我比较接近的 或者在板上比较呛声组志工团的嗯 他们马上会收到对方的私讯嗯 然后就一堆抹黑抹黄的东西 然后或者甚至打电话嗯 亲自招呼 但是很奇怪 现在年轻人完全反过来 你越这样干 他就说我就是跟你干到底 哦 因为他们就更相信说 原来这个事是这么的可怕 真的真的 虽然可以 我常在讲 会有一股力量平衡回来 是 是中摆效应嘛 是是是是 一定会摆回来 嗯嗯嗯 所以我就像历朝历代 我觉得有人要起来革命都是有原因的 嗯 那最后你看 那个 腐败的 一定会被打掉 嗯 一定会被推翻 嗯 因为叫人家忍无可忍 就像我影片 盛大哥 盛竹如讲的 官逼民返 没有我其实 对我没有不知道大家听的感觉怎样 我觉得在在在在这么勇敢 的 对不对 你这么勇敢之下 可是我觉得 我自己都觉得 那个光听我自己压力都好大 是是好所以 这次我们在讲说郭新正 现在在高雄的左南地区 嗯 好他这次其实要面临的 其实蓝的绿的 好两个 这个立委的候选 其实都是非常强势的 是好 我的讲的强势不单 是他们个人的特质之外 是他们有的在地经营的 有的是政党的力量很强 那你现在是用五党级 五党级 对 那你怎么 我刚刚说过 我就是因为不想要包袱 很多人问我说 哎 你没有地方的投人 当你的什么总干事啊 或什么装脚当你的 我说 其实 我的装脚 我的总干事 就是我们所有左南的百姓 OK 那我今天是跟百姓站在一起的 所以我也强调 我今天是来服务百姓的 我不是我不是来 只是蜻蜓点水 嗯 他们故意在宣传说 哎呀我是外地人啦 我只是选完我就要走 NO 我已经落地生根在这里 我来到这里 我觉得很奇怪 我对这里有一份莫名的情感 嗯 就像我去中游眷社 去果冒那些眷村看到 我都觉得哇 因为我是爸爸外甥人 妈妈台湾人 我们小时候就吃包子 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吃包子 因为最方便 我吃到这些包子 我都很感动 因为我在台北吃不到 这么好手工包子 台北大部分都机器包子嘛 因为人工贵嘛 对对对 但是那边眷村有 如果幸运的话 还可以吃得到手工包子 但是我就说我来这边 有回到我儿时的那个记忆 我尤其看到那个透天那种矮房子 是是是 我特别的喜欢 我就觉得说很奇怪 冥冥之中 反正我现在是孤家寡人嘛 我就一个人 我到哪哪里就是我的家 所以我决定来到这里 我也希望 我也跟我所有的志工们讲 现在因为很忙 我选完之后 我要在这边制产 我要买房子 我要住在这里 是 因为这里我告诉你啊 房子比台北便宜太多了 对真的 起码十分之一哦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这里我看到好漂亮的那个别墅 他们才跟我讲说 一两千万 在台北起码要两亿 真的是十倍 还好真的 你上次被假扣押的钱 现在OK可以动之了 对我已经卖了很多房子了 我这一次过去这五年的诉讼 我请了所有的律师 那你们看到影片里面的律师哦 全部被告被整 要不然被查税 天啊 我告诉你有一个律师 他就是被那个监察院 重新弹劾他十年前的案子 重启调查 有一个是被律师公会 来申戒 另外一个是被告上法庭 然后还有律师被查税的 所以他们已经到了 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无孔不入 但是他就是逼我 找更多更好的更强的律师 不是说钱没有好 就是说我找更多 所以我已经卖了好几栋房子 那这次选举我也继续卖房子 天啊 我一定要 我说我请家荡产 我都要把这件事情 正公平正义找回来 听众朋友 真的哦 你如果被这种政治追杀的话 对 真的耶 大家都只能够请家荡产 辛正姐姐我跟你讲 听众朋友 她是个有能力的人 她之前呢 经营就知道跨国企业 她上次呢被假扣押 新闻也有爆出来 那我现在讲出来 她就不算侵犯你隐私权 她被假扣押 她说十亿 所以喔 她是怎么讲 有能力的人 那星天呢 如果说 听众朋友 就不分党派 如果呢 就是说 跟同一个要为打黑金 为公平正义出头的人 那我觉得郭辛正 辛正姐姐 大家好 多多关注 但是这个选票 我说实在哦 因为搞不好现在 人家台北的人想投给你 台中的人想投 听到都想投给你 但是没有投 就只能高雄左男的相亲 是 你们最有能力 啊现在辛正姐姐 孤家寡人 但是呢 只要人民可以跟她 站在一起 就可以团结出一股新的力量 所以我说我 虽然是单枪匹马下来 但是两个月 我不瞒你讲 我现在是千军万马 哎呦千军万马的感觉 真的 我连志工就上百人 太好了 像我明天果冒活动 大家有机会 才11月2号哦 来看看下午3点到6 在哪里 在篮球场 果冒篮球场 果冒篮球场 3点到6点 我告诉你 光志工就几十个人出来 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这些志工都不是 没有花任何钱 都是自发性的来 我们甚至有志工里面 夸张到 女儿带着爸爸妈妈孩子 全家出洞 一出洞就五个人 就来帮你啊 来帮我扫街 帮我拜票 这跟你认识很久吗 没有 完全不认识 我说过我单枪匹马 所以我说我现在千军万马 是是是 大家不要忽略了 人民的力量非常大 是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忽略自己 一票小小的权利 我们要把权利拿回来 如果过去 我们投错人了 没有关系 很多人跟我讲说 他们这一次其实 蓝绿都投不下去了 他们真的觉得 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出来 他们觉得说 刚好就是一个最佳的选项 所以我也希望 大家能够 睁开眼睛 欢迎你们到我们的服务处来 然后跟我面对面 我甚至有后援会 都会公布我在哪里 扫街哪里的行程 我们可以来面对面 只要有机会跟我接触 我相信这一票 都会到我的手上 好我们在脸书上面 像我们现在古优斯先生 也把谁摔死李鑫 等一些 这个是他们的那个 假 这个是假的 对啊你看 所以你连网路上也被黑了 早都黑了一年多了 哎呀那我们的这个网友 可能是不知道 他们都是吹狗雷的 还有冲抓笔 你看下面写 有没有冲抓笔 马上说假账号 假讯息 笑笑就好 没有人会贴 有没有 没有人会点 哎呀我们的听众也很厉害 幸福的快滚 别在这里洗板 有没有 是是是 他们都是 讲白都是吹狗雷的打手 所以你看我们有个谢小姐 出来帮你讲 是 所以你敢明天到果冒来跟我们面对面吗 是 所以我现在要讲 就是我觉得这个网路 简直是厉害到无国界 但是好多人在帮你说话 还有人叫他快滚 哇 你知道他们现在甚至不敢上我的版吗 是 因为他们上版 已经大家都把他们 诶等一下 这位谷仙原来他在洗板我们 他连接了将近十个 对对对 他们原来就用这个方法 你先说郭小姐加油 王洪洋先生直接叫你郭委员了加油 谢谢 斩腰除魔 来文翔 谢谢 我一定会斩腰除魔 一定会完成使命 洪晏玲姐姐叫你女力加油 谢谢 有些人已经知道那个贴的是假账号 没错 然后又有一个好多人出来帮你讲话 林亦顺说郭姐加油 刘立仁说 崔高磊假账号 是 所以我才说 这些人 你现场你都可以被黑耶 对啊 而且他们还以为他可以一手遮贴 他们都不知道他伎俩早都被看穿了 脸书马上 人家那个阿布卡斯嗨 支持这个感觉都是支持小音的 不分蓝绿他也出来挺你了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 在我的粉丝页里面 我所有支持我的是不分颜色 因为他们现在告诉我 这当场证明了 选人不选党 哎呦 讲季璇也力挺正义姐 是 是是是 哇 很棒 不过今天马上见证了 这铺天开地的攻击 来电台先进入广告 等一下我们继续访问我们的郭心正 谢谢 晚清在住 周深 我们的心来会更比较 免费给你结缘 碰起三三五 数理三三 师傅 老猪不行了 八戒 只要保持恒心毅力 一定可以到达天主 阿弥陀佛 哎呀 师傅 你的马 哦 大师兄 师傅别怕 我们有全球租车 哦 是何道理 全球租车提供商务接送 旅游接驳 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还有轿车 旅车 修旅车 大巴 中巴 小巴 绝对比师傅的马儿还要厉害 哦 有全球租车到西方取经也不难 全球租车公司 零七八三一九零三七 八三一九零三七 快楼电报 快楼狗狗饼 九七点五 快楼群家南 九二点三 快楼大台中 八九点五 快楼大台北 八九点三 快楼华当 九八点三 快楼皮鹅 九六点七 快楼红虾 九一点三 快楼台湾 剪菜武汉 快楼联播王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王 听众朋友 我觉得在脸书上的网友 大家也非常的有正义 都出来 这个揭发 然后给予很多的鼓励 像王洪洋 直接点 不敢贴真名的俗辣 谁会信 对不对 就是用假账号 然后你又出来贴这样的一些消息 就是在转风向 但你不敢负责 没错 这个现在会被人民谴责 对不对 好那这次我们脸书上 我们的WalkerRu 忠实听众也讲说 左男这次出来的都是女将 阿布卡什亥说 人性最可贵 洪晏玲说 我的娘家是左营 一定会请家人支持你 还有韩江也是 我住左营 你由我一票 好但是呢 这个古优斯 古优斯他对杠 没关系 但是我们都念出来 他说主持人多做做功课 全台湾媒体都知道郭是什么人 你还访问他 来郭姐自己回答 其实他们这些假账号 我们早都知道 但是我从来不会理会 我常跟他们讲说不要理这些垃圾 我说抱歉 垃圾还有回收价值 他们连垃圾都不如 因为你不敢真面目对人 然后又用这些假账号去抹黑抹黄 说实在 这样的行为已经现在早都 其实在今年的一月份 就被我的板上的这些 战友们都试破了 所以后来我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需要回应 回应是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 我觉得这样的垃圾 他迟早很多东西 我刚才人在做天在看 会抱到他们身上的 是 你也是通过很多司法检验 尤其是这本书 谁摔死了李鑫 因为里面的文件都是正版 而且很多是法院 律师 都是法院的见证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铁证 好 那今天呢 其实来 要讲这样子 因为你的对手 对 都是女将 那我能不能请郭姐 就是你讲一下啦 就是面临这个黄礁顺 那你觉得说 你比他优异的地方 还是说 你怎么看他 其实很多人第一个讲 就是年纪大了 觉得他应该回家休息了 OK 说实在 快70岁的人了 那在这些年 有没有作为 是 这就是一个重点啦 有没有作为 百姓跟我讲 没有作为 所以他们觉得失望 OK 那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 至少让年轻人 来试试看 这是他们给我第一个 这个feedback的反应 第二个我刚讲 只要知道我的过程 人都知道说 我是企业家 说实在 我能够白手创业 让一个公司赚钱 从没有零到有 我就有办法 把很多东西变出来 因为我们有方法 那我刚也讲过 今天企业家是务实的 我觉得 在地方上治理 你就跟开一个公司一样 他只是放大半 你怎么样 跟着你的这些百姓 每一个人未来都能够生财 有钱赚 让孩子们留在家乡 所以我来这边 两个月事上 我看了很多地方 我也拧了很多的 这个相关的证件 都是以后我一一要去实现 去兑现的东西 那包括像我希望 怎么样把他们说 北漂的孩子 或者外漂的孩子 怎么回来 那如果这里没有足够的 工作机会 好的机会 他怎么回得来 所以我就希望 能够做一个产学的中心 是 因为高雄过去 我所知道很多地方 都是加工出口 其实那个年代 事实上已经过去了 对 因为那个应该要往越南 往这些地方去外移 那我们最近有一个 在研究一个案子 就是棕油 一片土地有300公顷 那本来事实上 他们是 后天要做 做抗议的 因为 不知道是某位委员 那反正他们是官商勾结 就要把这个土地 给某个财团做加工出口 所以后来要抗议 结果昨天又被阻止了 这件事情 我们本来也要参加的 嗯 我要讲说 这个地方事实上我研究过 它是可以做成 产学研究中心 嗯 把一部分土地做成 卷设 一部分 让那个附近的 十所大学的孩子 毕业有地方 那当然这是大学城 那附近大学 是 然后我们就可以 创造一些经济的来源 嗯 那像因为过去我是企业家 我们可以帮他 如果他们的产出 或者他们的发明研究 我们可以跟海外对接 我说过为什么 政治问题要解决 如果政治很多问题 不松绑 嗯 很简单 你外资也进不来嘛 人家投资也不敢 还有政治环境乱 人家也不敢来投资 那是真的 是不是 所以我说过 只要政治安定之后 其实说经济会随之 是 你看我们过去成为 亚洲四小龙 除了政府的政策好以外 是百姓 台湾的人 非常刻骨耐了 我全世界走遍 没有碰到比台湾更刻骨耐了 真的 每天甚至可以工作 十二个小时 二四个小时 嗯 有的人真是不眠不休 勤奋 而且负责任 对 而且很善良 嗯 非常友善 这是这片土地上 我看到的感动 嗯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 新闻媒体有很多政治的 口水乱七八糟 嗯 搞得大家心情都很烦躁 都觉得好像怎么样 不安全的 没办法黑手声太多 要搞得心不安 没错 所以我觉得 要正本清源 所有东西回归 嗯 先把政治的肮脏污垢清掉 是 那我相信后面 说实在 我不是唯一的企业家 台湾这些做生意的人 哪怕做小生意 卖牛肉面 卖黄阿米酸 卖包子 嗯 每一个人都有办法 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出来 是 但是不要去找这些 小百姓的小麻烦 对 所以我才说 所有未来百姓的小问题 都会是我服务的大问题 你也有在强调 就是选民服务 但是 因为你是国会啊 如果当选就是国会的委员 所以在国家的整个全民福祉 特别在经济这一块 没错 对你擅长的 是 我可以从中央这一边 争取很多的法案 甚至就是说 好的一个 那个地方建设的经费 是 那并不是说服务 我一定要本人去做什么 我至少关心到 可以 请很多有能力的人 一起来 共享生活 你一定要有 到最后一定要有个team 对 就像那天我不讲里民 有一个里长就跟我讲说 啊 我们这里 连一块公园都没有 但是他说公园一定地有哦 可是没有人 就没动 我说这个东西很简单 如果今天是我 就找当地的企业 来任养 这在国外都行之有年啊 对啊 因为你在这里 比如说你这个建商 在这里盖房子 对不对 你在这里赚钱 你回馈给当地百姓啊 就是很简单 你只要做一个 而不是这些委员们 自己在中间去捞钱 去官商勾结 如果你真的很干净 你为百姓想 可以帮他们跟百姓们 做一个桥梁 是 让这些年轻人 说实在毕业 也有好的工作啊 嗯 其实这些在我看来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但很多人觉得很难 是因为他们一定要把事情 我说过 他一定要把它复杂化 嗯 我甚至在我的FVB上 我都用了很粗的字眼 我说这些老屁股啊 嗯 站着位置 嗯 为什么就是自肥嘛 那像现在我们看看 这么多果因事业 嗯 有上万个职位 是 都是肥猫 嗯 白白胖胖的 对 这些肥猫的职位 你想想看 你把钱都不要 这些职位全部砍掉 嗯 拿出来有多少钱啊 是真的 拿来办个教育多好 是啊 帮助老人家 很多地方甚至 长照也不用担心 连活动中心也没有啦 是是是 然后连老人家的那个长照 什么都不足 嗯 那孩子脱英也不足 像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把他这些钱 找出来 左南地区其实也有高龄者 占的比例比较大的问题 是 没错 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关心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我下来之后 是 我觉得我跟所有人讲 他说哎那你是台北来 我说不是我现在就是左男人了 嗯 我就是左男人 那我希望为我们左男人 嗯 能够争取在地方上所有的建设跟福利 是 那这也是未来 我告诉我自己 我四年一定要努力做到的 嗯 否则我对不起今天大家对我的支持啊 是 所以他的宗旨降妖除魔 然后举连能 哎 其实从你的这次选战里面 其实就真的就是 自己一个人奋斗 对 然后你也没有收捐款 嗯 然后就反正就是拼了 对 撩下去 撩下去 哈哈哈 因为我说过嘛 人生的价值 最后就是自己 这个叫做做得爽 你就是一路 你就是已经做给大家看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将来进入国会 你就不会像那一些 好像说老屁股也好 就是说这些旧有的这种 对 好像都已经根深蒂固的那种 呃 利益 绑得那么深的 对 可是他们很难脱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每一次的选举 这是一个机会 我们换血 新政 新人从政 你知道吗 为什么 这么多人身上都有被案子 其实我大概知道 所有的这些民意代表 身上都有被一些案子 嗯 但是为什么人人知道 大家都不敢检举 嗯 都不敢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互相都有把柄在对方手上 哈哈哈 所以 你这样一讲 好多案子都在我们的脑里 没错啊 所以你说现在台面上的 很多人都讲说 哎呀 嗯 他们要翻太难看了 可是为什么奇怪 他的对手都不去翻 啊 对不对 他们现在反而我下来了 说实在 我真的造成很大的威胁 嗯 所以连我插一个关东旗 他们都要去 去想办法透过卫生局 透过监管处什么去检局 他就是怕了嘛 不是因为你要出头 他当然就要找机会打你 没错 可是问题是让你旁边的人怕嘛 对 不只这样 那代表我成为他非常大的压力 当然 否则他不会去拳局啊 如果 现在事实上也有其他的 那个年轻人出来选 你看都没有声音啊 所以这不能小看你这一次用无党的力量 对 用代表人民的力量要来选 没错 因为人民是跟我站在一起的 嗯 好 所以哈 其实已经怎么讲 画小爱为大爱了哈 其实完全不是他 嗯 不是完全你自己的这个 李欣议员的事情而已 对 而是从这个世界里面 看到这么多的这黑金 然后政治耽误经济 是 对 OK 所以我说这些政治耽误经济人说在 真的是对不起我们两千三百万的同胞 嗯 我们真的 那时候李欣在世就讲 他说 应该要跟百姓道歉 嗯 哇你的实业家的这种实力 快要可以对比 就是那个 我们的首富郭台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他比我是小虾米 但是我只是说 我觉得人好 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嗯 我觉得能够 我从社会上赚来 花到社会上 嗯 做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那 会让我很有成就 好所以欣赞姐 最后一个问题 你愿意把你的能力交付给人民吗 当然 OK 我在这边有录影城镇 嗯 我一定愿意 而且那个我说过 才是我今天 我愿意放掉这么 我甚至讲白 我原来真是贵妇的生活 OK 我可以过着非常舒适 在舒适圈里面过日子 不需要现在每天这样晒太阳 在太阳底下走 嗯 然后到处去给人家这个弯腰 然后握手 拜票 但是到现在义无反顾 不但义无反顾 而且我越做越爽 哈哈哈 你豁出去的就是了 就是那个 我跟你讲的 就是非常好啦 爽啦 好 这个人民挺你 那新政呢 跟你一起拼 哈哈哈 谢谢 新人新政 新希望 让郭新政来推新政 让郭新政能够为大家 开辟一片新的政治 好不好 好今天的专访 让我们一起认识郭新政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新政姐的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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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努力哦 好好好 对抗不共不义吗 好 一起改变 从你我开始好不好 好 请这啦 加油 明天见 谢谢 哎呀 明天休假 下礼拜一见